时间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10月,天气越来越凉了,这也意味着美国流感季节的临近。 每年的12月到2月是流感爆发的高峰期,4000万到5000万美国人可能会感染流感,大约80万需要住院治疗。 今年冬天之所以更令人担心是因为不仅仅是流感季节的到来,而是流感病例和冠状病毒疾病病例将在这个冬天同时到达高峰。 即使是在一个温和的流感季节,由于新冠病例的激增,美国的医院系统也会很快陷入瘫痪。 与冠状病毒不同的是,流感是我们熟悉的敌人,每年都有安全有效的流感疫苗出现。 虽然流感的感染死亡率低于0.1%,但每年仍有3万到6万美国人死于流感。 流行病学家乔治·卢瑟福医学博士说,我们有一种疾病,流感,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一个祸害,我们有一种非常有效的疫苗,我们没有理由让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充斥着ICU。 在今年年初的几个月里,急诊室和紧急护理诊所已经不堪重负。 注射流感疫苗可以防止你生病,也可以防止你把流感病人和冠状病毒疾病病人混在一起。 这些病人可以相互感染,把病毒传播给其他病人。 据数据统计,每年只有一半的美国人接受注射流感疫苗,很多美国人对流感疫苗的安全可靠性一直存有怀疑,甚至有些人会对注射流感疫苗的宣传有抵触情绪。 这些人错误地认为接种流感疫苗毫无价值,或者会让你患上流感。 但实际上这是你能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做的最重要的事情,尤其是在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。 接种疫苗的时间是在流感季节的早期,最好在9月底或者10月初注射流感疫苗,以确保你有时间在流感广泛传播之前产生免疫反应。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,流感疫苗通常可以在整个流感季节提供保护。 对于流感和冠状病毒疾病来说,老年人抵抗力差和有潜在疾病的人更容易感染。 但是流感对儿童的影响尤其严重,并且很容易在学校传播。 专家说,各个年龄组接种流感疫苗的人越多,这些易感人群就会得到更多的保护。 医学专家们总是建议所有人群都要注射流感疫苗。 有些人认为以前是在办公室工作,但现在人们待在家工作,不接触密集人群,也许不用打流感疫苗了吧。 但是小编想要问一下,那你有没有外出购物或者去餐厅吃饭的需求呢? 通过你外出的频率,你可以咨询一下你家庭医生的意见,来决定你是否该接受注射流感疫苗。 通常情况下,疫苗也可以减轻一个人流感症状的严重程度。 如果你接种了流感疫苗,然后得了流感,你可能不太会严重发展下去。 免疫行动联盟的首席战略官LG10说,这可能会降低你去看医生或急诊室的可能性, 因为那时候急诊室里一定挤满了冠状病毒疾病病人。 不要忘记虽然防御流感有疫苗,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流感患者住院治疗。 因为流感和冠状病毒有很多共同的症状,包括发烧、发冷、咳嗽、喉咙痛、肌肉或身体疼痛、头痛和疲劳。 美国医学协会专家建议,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注射流感疫苗地点的改变, 你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和上网查询最近的流感疫苗接种地点。 了解一下关于2020年流感疫苗注射的具体详情。 通常情况下,对于已购买医疗保险和享用政府低收入医疗保险的受保人来说, 流感疫苗都是免费的。 流感疫苗不是完美的,它不是为每一个人的体制设计的, 也不是为每一种流感病毒设计的。 每种疫苗都是在每个流感季节结束时设计的, 基于当时流行的最流行的流感毒株。 根据科学家对当季流行流感病毒株的准确预测, 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可能在20%到60%之间, 效果也因人而异,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。 即使流感疫苗不能防止你得流感, 但是如果你被感染了, 它可能会使你的病情变得不那么严重。 注射流感疫苗后需要两周时间才能获得完全免疫力, 所以专家建议在此之前要避开有任何流感症状的人。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, 对流感免疫是对你和对你的家人, 还有你接触的其他人的健康至关重要, 尤其是在寒冷月份临近的时候。 说了这么多, 相信大家心里对今年秋季是否打流感疫苗也有答案了吧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, 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啦。 爱生活,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。 我们下期见。